剩下一個 VBA VBA 其實跟剛剛不一樣的地方 第一個 我會有三個按鈕 第二個是說 聚集是用錄製的 VBA 是自己寫的 所以我希望寫三個按鈕 一個叫刮弧自串底線公式 一個叫清除 清除比較簡單 按下去清空 刮弧自串底線公式 跟刮弧自串有什麼不一樣 你看 刮弧自串的話 你可以看到 它輸入在儲存格裡面的話 就是我們剛剛的公式 把它填到格子裡面去而已 有沒有 這個叫刮弧自串底線公式 那刮弧自串有什麼不一樣呢 就是輸出的結果有沒有發現 你游標放在儲存格裡面之後 你會發現裡面沒有任何東西 有沒有 像第三葉冠軍點下去 它居然就是最後的結果了 那這有什麼差別 其實假如你的資料少 還沒什麼感覺 但是如果你資料多 而且你公式很長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就可能會造成一個問題 就是你這個Excel檔案會越來越龐大 所以如果假設你輸出的是這一串 跟幾個字 或者每一次比起來的話 那當然相對起來 輸出它應該有的資料量一定會 有沒有 資料一定會比較少 那怎麼做 首先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將來你如果有這個概念 三個按鈕其實就是三個Sub 那怎麼寫 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 我這個先把它關一下 把這個 好 那我先產生一個VBA 像剛剛我回到剛剛這個畫面 然後寫的 第一個 請你切到Visual Basic 再來的話 特別注意 以後如果你要寫VBA程式的話 一定要記得要寫在模組裡面 然後它的名稱一定要是Sub開頭 所以比如說我要寫的是什麼 叫刮鬍自串底線公式好了 那因為上面好像有類似的 所以我就把它叫刮鬍自串 我就拿這個來改比較快 叫刮鬍自串 叫刮鬍自串 那你會發現你只要打完Sub刮鬍自串之後 移開 或者按Enter 你會發現它會自動幫你補上什麼 後刮鬍跟EnterSub 有沒有 那意思是說 它要你把程式寫在哪裡 寫在這個範圍之內 那首先的話 我要寫 當然我們寫這個好像寫清楚 好像比較簡單 所以我另外再寫一個清楚好了 那怎麼寫比較簡單 就是反正一個Sub這個叫清楚好了 那你其實可以拿上面的複製來改 也可以啦 那清除假設我希望寫一個清除程式 那怎麼把它清掉比較簡單呢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你先指向哪個儲存格 比如說我們要指這個儲存格 B3 如果你要指B3的話 在VBA裡面至少有兩種方法 一個是你可以用Range Range刮鬍裡面放B3 第二個方法就是用Sales 這裡的話因為我們將來會跑個回圈 所以習慣上會寫用Sales 刮鬍之後的話後面 這個叫Sales的儲存格 哪個儲存格他會問你說哪一列 我要第三列 比如說我要把這個裡面的資料清空的話 那逗點後面的話給他欄 哪一欄先列在欄 那我這邊當然可以輸入2 或者是輸入B也可以 那這樣的話就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這個儲存格 裡面我要放什麼資料 就等號就可以了 等於清除的話就是兩個雙引號 跟剛剛邏輯類似 所以如果假設我現在寫完這一行之後 那我要執行很簡單 按上面的執行 那你會發現各位仔細看 這個儲存格就是指他 那我清除的話就丟一個空的給他 所以這裡面應該會被清空 所以我按上面執行 有沒有這個不見了 那你說老師那我下面那個儲存格 要清掉怎麼清 那你當然想到說很簡單 把B3複製下來改成B4 如果這樣的話執行 B4也不見了 那如果你說老師那我後面怎麼辦 再複製一個 這邊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我比較好了 再執行 這邊也不見了 那如果我要全部清空的話 你說從B2一直複製到B10 當然不是 接下來的話你可能需要學會一個 這個程式裡面相對是很厲害的一個東西 就是迴圈 那迴圈意思是說他幫你重複做啦 像剛剛不是第二列到第10列嗎 其實改變的只有這個數字 所以我其實可以再加上一個 跟他講說 請你幫我產生一個清單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是一個清單的話 你一定要想到一個迴圈 叫for迴圈 然後給他一個變數名稱叫i好了 fori等於第幾列 第二列 第二列空一格到2 第10列 enter兩下 打一個ness 那接下來的話呢 你就把剛剛的其中一行 放在4ness裡面 那一般習慣會按tab鍵 然後把下面這兩行把它刪掉 那最後有個動作 直接把這個3怎麼樣 就這樣 改成i就可以了 那他就會怎麼樣呢 幫你先輸出2 意思就是把b2刪掉 ness之後的話就變b3 ness之後變b4 意思類追 那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把所有的資料怎麼樣 做一個清空的動作 ok 所以喔 再來把它清除 有沒有 全部清空了 所以如果再一次 我上面可以先輸出瓜糊 然後再把它清除 清除就ok了 所以將來呢 如果我要輸出一個 清除的部分 那記得喔 就是跑個回圈 那同理可證 那如果要輸出公式呢 那我直接怎麼樣 把這個瓜糊裡面的東西 把雙領號裡面的東西 放一個什麼 放一個公式比較好了 所以喔 第二個 如果假設同樣的道理 我希望類似剛剛聚集輸出公式 那我是可以把剛剛清除的這個4ness 有沒有 把這個範圍的這個三行程式 複製之後貼到哪裡 貼到瓜糊字串裡面 那其實他們基本價格都一樣 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這個雙領號裡面 放什麼 放這個公式就可以了 把這個公式有沒有 這個公式喔 直接複製 貼到雙領號裡面 它就會幫你把它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但是如果你假設 直接把目前的公式丟過來的話 會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各位有沒有看到 在那個公式裡面也有雙領號 有沒有 然後在VBA裡面也有雙領號 所以喔 如果你假設直接貼的話 會遇到第一個問題 就是呢 它的這個雙領號 會跟VBA裡面的雙領號會衝突 它會不知道說 你這個雙領號到底是什麼意思 因為我VBA裡面 裡面就是把它當文字的開始 但是你放在哪個東西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指的是 文字開始還是什麼東西 所以如果呢 假如你要把公式 放到雙領號裡面的話 必須要解決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你要把這個雙領號變成什麼 把它換成兩個雙領號 也就是說 如果是公式裡面的雙領號 有個規則 要把一個變兩個 然後再放 所以喔 我如果要把這個公式 放在那裡面的話 先複製 然後取消 因為如果不取消的話 這邊切不過去 取消 然後呢 如果你直接貼會發生錯誤 我現在假設我先貼了 你移開的話 它會發生錯誤 因為它 它會不知道這個到底是什麼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 這個問題解決 記得喔 公式要變成兩個雙領號 可是啦 我不建議你這樣改 因為這樣改很容易出錯 我是建議你可以用另外一招 就是直接把剛剛的公式 先貼到哪裡 貼到那個 記事本 Windows裡面 或者你用一個編輯器都可以啦 我習慣是用這個 Windows裡面的 附屬應用程式的這個記事本 然後把這個公式貼上之後 用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叫取代 取代 取代什麼呢 一個雙領號 變成兩個雙領號 這樣的話呢 保證不會錯 我覺得這招應該是比較簡單 又不容易出錯的方法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取代 裡面的雙領號 一律變兩個 取代完了 按一下就好了 不要按兩下 兩下變四個 然後再把這個公式複製 直接貼到這個雙領號裡面 的話喔 那你會發現一開 它就不會發生錯誤了 OK 但是你現在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它會不會有結果 會有結果 但是你說老師 為什麼裡面全部都是空的 到底很簡單嘛 你會發現 空的原因是因為 你貼的公式裡面都是A2 A2 A2 有沒有 然後下一個的話呢 也是A2 你問他下一個應該是A3嗎 可是為什麼他們也跟著變動 所以接下來要解決第二個問題 如果你要把公式 放到VBA裡面 第一個你要先確定有沒有雙領號 如果有雙領號一定要變兩個 第二的話呢 你要看一下裡面有沒有列號 什麼列號 A22 總共有幾個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那你要把這個2有沒有 要改成這個I 放到這個位置 那你說 老師那直接把它改成I不就好了 跟各位講不行 為什麼 因為它是一個文字 雙領號開頭 雙領號結束 它是一串文字 你不能直接把I放進去 如果你放I的話 得到的結果會怎麼樣 比如說你說老師我知道 我把這邊改I 它就變成AI 那AI的話直接執行 應該會產生錯誤 他得到的結果就變成這樣 AI了 而且他不知道這什麼東西 然後前面還幫你加個at OK 不對了 不能work 所以怎麼辦呢 如果你要把I放進來的話 它的原則 第一個 先把這一串文字切開來 第二個的話呢 把I串在中間 一個字串兩個字串 兩個字串 那如果要串一個I的話 就是AND兩個字串 然後在這兩個字串接符號 在這兩個字串接符號中間加一個I 並且把AND前後加空白 這個VBA一定需要AND 這個叫AND 它要串I在這個文字當中 OK 那它就會把這個I的值 比如說2 放到裡面之後呢 幫你轉換成文字 比如說它2是一個數字 放過來之後的話 它會先轉換成文字 然後跟這個A串在一起 串在一起就靠它 然後跟後面的再串在一起 OK 不過啦 常常同學最容易不懂的就是串接 所以我建議啦 如果你實在是一下子沒辦法理解的話 我看你乾脆背個口訣算了 口訣號就是 1選到那個列號 就是2的位置 雙號兩個移到中間 AND兩個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I就可以了 然後把AND前後空白 好這樣子 這個口訣比較簡單 我發現這個口訣好像對同學比較有幫助 我再做一次喔 1找到列號 2的話呢 就是雙號兩個移到中間 AND兩個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I 然後AND前後加空白 總共有四個啦 你做四次 大概你做個幾次應該就熟了 以後就知道說 以後如果要串一個變數 在一個字串當中 那就用這一招就可以了 OK 其實道理很簡單啦 就是把一個變數放在文字串當中的意思 OK好 那這樣子應該就OK了 OK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來把它執行 那你可以看到 執行結果呢 如果得到的是我們要看到的結果 那恭喜你 表示你這個應該是成功了 當然我們做兩個SUB 所以兩個SUB呢 也就可以直接把這個修改一下 那你說老師 那剛剛是聚集的按鈕 可不可以拿來用 其實是可以的喔 如果假設你不想要重新做按鈕的話 當然你可以把它刪掉啦 刪掉你就按右鍵 可以把它剪下來 或按Dlicer 如果你不想刪掉的話 你其實是可以重新指定它 然後跟它講說 我不要按下它 我是按下它的話 那我是去執行剛剛的刮弧自串 所以名稱好像就對了 按右鍵這個是清除 所以按右鍵重新指定它是清除 並且把名稱改成叫清除 就不是清除聚集 OK好 那這樣我按下結果看看也不一樣 結果一樣 這個輸出結果也OK 那最大的差別 就是這個是你自己寫的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我剛剛有做了兩個sub 這兩個sub的話 其實指的就是這兩個按鈕 OK 試一下 所以我們是先寫這個啦 清除 寫完之後就它啦 那這個的話就刮弧自串 有沒有 寫完就是它 那刮弧自串的部分比較麻煩 我是先把上面的公式貼到記事本 把一個雙引號變成兩個雙引號 再來就是改它的A2 2的部分把它改成一個I OK 試試看喔